小S和徐亚君婚后 约有三个女儿 最近她在小姐不惜地的节目中 聊到婆婆催生媳妇生儿子话题 罕见透露婆婆过去 很希望她可以生儿子 还曾经跟她说 像我们家有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不是很好吗 当时小S礼貌回应婆婆的暗示 但一回到房间 就马上气得跟老公徐亚君说 baby生男生女是你精子的问题 是你的精子强不强 X还是Y什么的 薛亚君则是展现超强求生育 高EQ回应小S说 baby没关系你不要理她 不过小S在节目中也表示 虽然婆婆很想要有男孙 但是对孙女也是非常宠爱 尤其虚老三六岁以前 婆婆都坚持抱着她看电视 根本就是因而不落地 让她当下还想说 可不可以还我 一家人逗趣的互动 令现场来宾全都笑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